一大早安樂巨公所還沒上班 外面就已經排滿人潮 有的清晨五點就來排隊 開門之後座位都被坐滿 民眾低著頭寫資料 全都是為了電動機車而來 我覺得蠻優惠的 而且是基隆市的活動 所以就想說 因為我現在帶小孩 我早上就是想說起早一點 未完奶就可以過來申請這樣子 目前有在工作嗎 就完全是家庭工作 我目前的話是留職停行 然後所以之後可能會工作 然後想說有一台電動車 也比較方便 因為也想把自己的油車換掉 現在油費太貴了 我是沒有機車 只是因為想說通勤的話比較方便 因為都在基隆工作 對 然後想說 基隆市提供這個連費機車 就來申請 有個零元的方案 對 就蠻優惠的 怕民眾等太久 9點正式接受申請時間還沒到 安樂區公所貼心讓民眾 坐著休息 順便填寫資料 門口 門口充電站一塊設施 左邊有一個停車站 一個中華的設施站 那也 他們討論準備要請 那另外一個新增的 第二個 第二個床電站 他給我講 兩站 兩個點 那區公所 我們得了兩個點 同樣在信義區 一早也是大排長榮 街用市電動機車宣布放寬範圍 不只年齡20到45歲 不需要舊車也可以 如果想要太舊換新 還會有1萬元獎勵金 原本要求的公益時速 也改為鼓勵性質 自費選擇也變多 說29日開放民眾申請 選599那個吧 因為我比較長期 0元那個太短了 我們電動機車 申請2.0的正式開跑的日子 那所謂的2.0的電動機車的政策 是其實零資費跟低資費 其實是家會更廣大的青年好朋友 所謂的家會更廣大的青年好朋友 就是把我們的年齡放寬 20歲到45歲 只要有重型機車 涉及基隆都可以來申請 現場排隊民眾 有不少人誤以為 全部限額只有2000輛 擔心申請不到 才會決定第一天就來排隊 我們今天沒有說建得上限 唯獨就是前100位有符合資格的 我們當場會送一定 蠻棒的安全帽 我們的新方案 有些民眾比較不了解的 就是自費的問題 林園跟那個299的一些方案 然後我們跟他解釋 還有一個就是光潔跟中華華林機車的差別 因為一個是如果你家住公寓的話 就不方便選擇這個華林機車 然後如果住公寓的就有建議他們要做光潔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他騎的旅程數會比較高的話 就不建議用林園之費 此外市安府還寄出了各區前100名提出申請 就可以領取免費的安全帽 因此現場還是大排長龍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人來排隊 其實是為了我們的安全帽來的 那前100名都可以來領取我們的免費的安全帽 那當然今天的申請 我認為是還算踊躍 那據我了解已經應該有1100個左右的民眾 在今天提出申請 那我們今天收件後 也會陸續的來審核 然後呢希望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 提供給他們一台好的新的全新的電動機車 民眾來泰舊 針對民眾要來泰舊 我們也有提供泰舊 換新的一個這樣子的補助 然後我們也盡量鼓勵大家 來做公益 我們也會對他們的公益行為 來表示感謝 電動機車申請 首日人潮不斷 民眾精打細算 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是啊 詞綁 我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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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